诗篇第148篇 这是我们最后五篇 哈雷路亚诗篇中的第三篇 那这五篇呢 都是以哈雷路亚开始 以哈雷路亚做结束 我们在这篇一题要来思考的问题是 我们赞美主是因为什么呢 牧师常常讲说要赞美主要赞美主啊 那到底是要为什么来赞美主呢 因为什么来赞美主呢 我们从这篇里面可以找到三个因这个字 在这三个因这个字当中呢 就可以找到线索 我们来从第一节开始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从天上赞美耶和华 在高处赞美他 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 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 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 放光的星宿 你们都要赞美他 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 你们都要赞美他 我们看到诗人 他可能呢就是举头望天 就呼召天上的一切 都要来赞美创造天的主 所以呢我们就从 这个众使徒 众使者开始说起了 所以天时天君 月亮星星 太阳 天上的天天上的水 都要来赞美神 那为什么都要来赞美神呢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 因他一吩咐 便都造成 他将这些立定 直到永永远远 他定了命 不能废去 所以呢 在第五节里面就讲到说 天上的这一切 都要赞美耶和华的名 因为呢 神创造了这一切 而且呢 是一句话就创造了一个东西 一句话 太阳就出来了 一句话 月亮就出来了 所以呢 他是这样子的伟大 他的工作是如此的奇妙 难道不应该要赞美他吗 而且呢 这天上的一切都是神所造的 这些 所有被神造的 都应当要来赞美他 接着呢 诗人又转向地了 来呼召地上的一切 都要来赞美 造他们的主 第七节 所有在地上的大雨 和一切生扬 火与冰袍 雪和雾气 成就他命的狂风 大山和小山 结果的树木 和一切相薄树 这一切美丽的风景 也要来赞美神 第十节 野兽和一切牲畜 昆虫和飞鸟 所以这一切 神所在地上造的一切呢 这些伟大的 这些神的杰作 都要来赞美他 第十一节 世上的君王和万民 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 少年人和处女 老年人和孩童 都当赞美耶和华 所以在人间呢 不管是高高在上的君王 或者是一般的老百姓 或者是审判官 首领 都要来赞美神 而且呢 不管是什么年纪的人 少年人 或者是老年人 孩童 都要来赞美耶和华 所以万有都要来赞美耶和华 第十三节 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 因为独有他的名被赠从 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 所以在这地方 我们又看到第二个因 第一个因 我们要赞美神的第一个因 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创造了一切 所以被造的一切 都应该要来赞美他 那第二个因呢 就是因为他 唯有他的名是被尊重的 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 所以呢 每个东西都有他的名称 每个动物 每个植物都有他的名称 但是呢 在神的面前 我们都要服服 只有他的名被高举 只有神的名被高举 而且他的荣耀 是在天地之上的 所以第二个赞美神的原因 是因为 唯有他荣耀 是在天地之上 唯有他的名被尊重 接下来第十四节 他将他百姓德教高举 因此他 一切圣民 以色列人 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 都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就是哈雷路亚 在这地方 我们十四节看到 第三个赞美神的原因 就是神将他百姓的脚高举 也就是说 神高举了他的百姓 本来我们是不配的 但是神却把我们高举了 那有这样子的荣幸 有这样子的恩典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向神献上赞美呢 所以你我神一切的圣民 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 都要来赞美他 今天我们就看到 从诗篇148篇里面 我们要赞美神的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他创造了一切 用他的大能 用他的一句话 创造了这么多 那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唯有他 唯有他是被尊崇的 那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 是配得我们赞美的 第三个原因 是因为他高举了你 高举了我 这些神的百姓 这些圣民 所以因着他这样子的抬举于恩典 我们要赞美他 感谢主 他是拯救我们 有时高举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他后世 成为他孩子的神 他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 我们永远的感恩他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真是从心里面 从我们的灵里面 从我们全人 从我们的口中 要向你大大的发出赞美 因为你本配得一切的赞美 天地万有 都是用你的大能 用你的话语所造的是 何等的奇妙 你配得我们的赞美 你唯有你在天地之上 你的名被尊崇 你的荣耀在天地之上 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 所有的荣耀 全部都聚焦在你的身上 你是宇宙的中心 我们要赞美你 第三个原因 是因为你高举了我们 你拯救了我们 让我们能够与你一同作息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